有人认为这个就是个大笑料 但是有人把它又称为国师 这个相片这个挺好的 重影了 看看严界对乌克兰的预测 这是现在这个总统 2019年担任总统 这是 应该是2022年5月份说的 他呢又在美国 西方的这个鼓舞下 进一步激化了俄乌矛盾 更积极的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 绑上了这个北约战车 最后是导致自我毁灭 西方民主模式 今天最大的问题 就很难选出优秀的领导人 乌克兰也是的 选出这么一个演员总统 我个人认为 他把整个乌克兰的前途都毁掉了 搞得不好 乌克兰这个国家都要亡国 很可能一分为三 东部是俄罗斯控制 西部是波兰控制 中间可能有缓冲地带 一分为三 缓冲地带可能还叫乌克兰 德连斯基 现在这个总统 2019年担任 而且有人认为这个东西可能会卖国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这个东西关系走得挺近 大毛子国的 这个东西叫杜金嘛 他女儿刚被炸死了嘛 这个东西据说非常歧视中国人 歧视黄种人 种族主义者 但是和这个东西走得很近 大汉奸吧 嗯